来了吗 没有 他为什么不来 因为 他朋友那儿 没接回来 因为这事里 压根没狗什么事 你非得拿这个狗 作为一个借口 这就僵在这儿了 你们俩的事呢 一个是没什么心眼 一个是心眼太小 就僵在这儿了 咱先说没心眼 咱们没心眼 用好的话说 就是比较简单 没有那么多事 有什么都告诉你 比如狗 狗的来历 本身就其实 没有必要告诉 而在没告诉你之前 相处的也不错 怎么告诉你真相之后 就变了呢 这就反映出 你的小心眼 而这个没心眼的姑娘呢 那一定是有一些缺点的 比如说 考虑的不周到 比如说丢三落四 自理能力差 所以你只看中了 她的好的那一面 但坏那一面 就不能包容了 同样呢 小心眼也不是 完全不好 就是因为 她每一条都把你生活安排得 妥妥当当的 就因为没送你 都行李丢了 因为你在这方面 是依靠她的 你说什么是什么 背过去就嫁给你 人就背了 吃辣的就嫁给你 人就吃了 一颗心就在你这儿 所以呢 就是小心眼的好 那不好就随之而来了嘛 这狗一旦知道 它的来历之后 无限地就放大了 它的存在的意义 它不是一条狗了 它是一件事了 它是一个人了 因为它觉得 是不是在你心里 还有男朋友的影子 就较劲了 狗和我只能选一个 这是狗的事吗 不是 是你自己心里的事 不要在狗身上 无限大地放大 你自己的不自信 显示出来 就太不男人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 问题得你们俩去解决 但是千万别怪咱们狗身上 行不行 好 就这样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 狗的问题 刚才两位老师说 其实深层次来讲 不关狗的事 但是呢 它们俩表象上 就聚焦在这个狗的身上 所以我们得先解决 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来跟女孩说 养狗没有问题 狗非常可爱 但你这条狗 有点问题 他咬人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重视 然后我们来解决男生 一直在跟我们讲说 主要是因为他骗我 第一 对不对 第二呢就是 他又拉屎在床上 然后还咬人 我来帮你解决 把他送到宠物的 培训学校去 教他讲卫生 教他不咬人 在一段时间内 脱离掉你们两个 让他成为一条全新的狗 和前男友这件事情 没有关系 甚至可以给他改个名字 你觉得行不行 好 行 那刚才我这个建议 行不行 这是第一点 接下来我来说你的 孩子 忒能折磨人了 不能吃辣 让人家吃辣椒 让人家很累了 背你 柜子从这儿搬到那儿 从那儿搬到这儿 你其实就是为了证明说 你到底有多爱我 如果你爱我 你就去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你在不停地试探 试探他到底爱你有多深 姑娘我告诉你 人是不能试探的 尤其结婚以后 以后千万别再做 那些傻事情了 还有长点心吧 什么都丢 包也丢 箱子也丢 以后万一生了孩子 你说 是吧 看住了 给他你们的爱情建议 当然就是 好好的 然后希望有一天 我们可以看到 你们大喜的消息 两个人牵着手 脚底下趴只狗 多幸福的画面 祝福你们 谢谢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狗的感受 从来只听说过狗咬人 但其实在生活当中 很多见过人咬狗 狗咬人是真咬 用牙齿咬 人咬狗 多半都是拿狗做借口 他不是在乎狗 他是很计较自己多付出一点 你也没有那么爱狗 我给你三个小说 把走动有的 我给他们知道 你放在乎狗咬狗 我给你把走动 低于尽头 就算了 你要吃 我给你 你脖子 自然以后 这样 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还是很腥软的对吧 然后我想把我的狗狗带回来 因为那天我在家收拾东西的时候 看见狗狗的那个本子 上面写的是 如果你要养我的话 就请不要丢弃我 如果我不听话了 那可能是我生病了 所以我觉得 我没办法再让它在外面了 其实我们之间 抛开这些事情 一直都过得挺开心的 我确实很难在心里面 接受掉这只狗 但我愿意去试一试 其他的方法 好 时间到 请回 谢谢你们